假状腺癌总体上是一种高发且郁后良好的恶性肿瘤 90%以上的假状腺癌都是分化性的假状腺癌 假状腺癌的成因与遗传 环境中的电离辐射 饮食中的点含量性别都有关系 是多因素造成的 夫妻由于长时间的在一起密切生活 生活环境中的电离辐射 饮食中的营养物质等因素相似性可能更高 但是夫妻之间遗传背景不同 临床上也有发现这种夫妻共同患有假状腺癌的病例 但是假状腺癌明确不会传染 只是假状腺癌人群发生率较高 人群中夫妻共同患有假状腺癌的概率会更高一些 或是相同的环境因素诱发了假状腺癌的发生 夫妻之间可以正常生活 无需进行这种传染性疾病的隔离